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日前预告,今年将受惠于领先业界三奈米技术强劲成长和旺盛的AI相关需求,今年将是健康成长的一年。 由于三奈米家族,订单能见度持续拉长,外转已至2026年以后,且随着车用客户有望导入采用,随客户群与对应的产品线多元,有利于台积电营运稳健成长。 市场在今年6月就传出,台积电三奈米制程产能已满到2026年,AI伺服器、高速运算、HPC应用与高阶智慧型手机、AI化催动半导体含规量持续增加。 苹果、高通、辉达与超微、AMD等四大厂传包下台积电三奈米家族制程产能,并涌现客户排队潮,一路排到2026年。 值得注意的是,三星晶圆代工2022年6月时率先喊出量产三奈米工艺,并举办量产出货仪式,引发业界讨论。 随后台积电在2022年底举办三奈米量产继扩厂仪式,但因形成紧凑,不少一线供应商在活动前一两天才接到邀请。 台积电罕见举办先进制程量产活动,外界认为是大动作回击对手的宣传活动。 业界也认为,过往消费性产品库存调整导致成熟制程需求不佳,甚至拖累对台积电已属于成熟制程的7奈米家族产能备用率。 为所幸,在最先进制程方面,台积电仍有望独霸,甚至有望在后续大幅贡献业绩后超越过往5奈米的盛况,也将让台积电三奈米虫演一个人的武林。 台积电三奈米家族持续扩张,成员包含N3,N3E及N3P,以及N3X,N3A等既有N3技术升级之际,N3E在去年第四季量产,瞄准AI加速器,高阶智慧型手机,资料中心等应用。 N3P预定今年下半年量产,后续将成为2026年行动装置,消费产品,基地台,乃至网通等主流应用。 N3X,N3A是为高速运算,车用客户等客制化打造。 业界认为,客户抢着预定产能下,台积电三奈米家族产能吃紧,将成为近二年常态,相关订单尚未包含英特尔中央处理器,CPU外外需求。 由于今、明年三奈米家族产能被客户包下,台积电今年规划相关产能较去年增加三倍,仍不够用,为确保未来两年生产供货无余,陆续寄出多项措施扩充产能,先前在法硕会预告,因强劲需求,公司策略是转换部分无奈米设备来支援三奈米产能。 业界透露,台积电三奈米家族总产能持续拉升,预估月产能有望增到12万至18万片。 据悉,台积电三奈米家族主要订单来源包括苹果、高通、徽达、超微等四大客户。 苹果最快9月推出iPhone16系列新机,有望是第一只具备AI功能的iPhone,有助激发果粉吸一波换机潮。 外传苹果在台积电三奈米首批产能量产时,就包下一年三奈米产能冲刺新晶片。 随着相关终端新品推出,把人看好,随相关新品推出,有望带动台积电成长,台积电也将是客户成功背后的大赢家。 台积电2023年财报电子书显示,最大客户2023年贡献营收5465.5亿元,增加169亿元,增幅3.19%,占总营收比重25%。 台积电没有公布单一客户名称,但法人推估应该是苹果,并预期今年相关营收贡献绝对值将续增。 随着苹果包下台积电三奈米产能与更多先进技术采用效益显现,有望带动营运。 先前Statistai研究数据显示,台积电2021年营收占比前七大客户推估依序为苹果25.4%,超微约10%,联发科8.2%,博通8.1%,高通7.6%,英特尔7.2%,辉达则为5.8%。 研究机构推测,由于苹果厨市台积电三奈米首发客户,即将持续采用台积5奈米、7奈米等制程用量也将增加,并推测5奈米产能半数由苹果包下,后续更先进的2奈米也已超前部署合作。 Counterpoint Research研究机构分析,经过两年的显著下跌后,智慧型手机半导体市场预计2024年迎来春宴。 根据最新智慧型手机APSOC晶片组长期出货预测,2024年智慧手机APSOC晶片组出货量将年增9%,成长主要动力在于,旗舰手机晶片从4奈米至5奈米移转至3奈米制程,以及高阶智慧型手机市场持续扩大。 作为晶圆代工业界的领导者,台积电将持续受益。 Counterpoint Research半导体研究副总监Brady Wan表示,台积电的主要成长来自于先进制程技术。 随着AI半导体的需求急剧增加,台积电在短期内的表现将更亮眼。 另外,据经济日报报道,研发科正基于ARM的CPU与GPUIP打造伺服器处理器,预计将采用台积电300米制程代工。 利拼在2025年下半年量产,争夺均匀伺服器供应商CSP订单。 随着AI伺服器市场快速增长,高阶的伺服器大多采用的是英特尔、AMD的X86架构的伺服器、CPU晶片,以及挥达的AI加速器。 但是这类晶片功耗过大,特别在无需大量AI运算的领域,就不必使用高功耗的运算晶片。 这也使得中低端AI伺服器市场开始衍生出新的需求。 高通和联发科似乎在积极地打造基于ARM架构的低功耗伺服器、CPU,以抢占这款市场。 此前,联发科已经宣布加入安谋全面设计Total Design平台, 将采用ARM EOVERS运算子系统、CSS开发云端运算晶片。 目前,该平台已吸引联勇、瑞誉等IC设计大厂加入。 最新的传闻显示,联发科基于ARM架构的伺服器处理器, 预计将在2025年上半年完成设计定案Takeout, 将采用台积电300米代工,锁定微软、Google、Meta等CSP大厂, 使伺服器业务成为联发科营运的新重点布局。 目标2025年下半年开始小量出货,有机会在2026年放量。 需要致出的是,联发科在云端运算布局也已通过3代晶片切入AI伺服器供应链。 未来应用在AI伺服器的处理器布局完成,有机会搭配挥达晶片, 跨入高阶AI伺服器市场,或是抢进中低阶AI伺服器市场。 业界分析,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在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Computex 2024专题演讲时, 特别邀请ARM执行长哈斯站台,增添两大厂后续延伸合作的想象空间。 目前,伺服器市场中,英特尔推出X86构架平台,掌握超过70%的伺服器处理器式战略。 另外,约20%由AMD拿下,随着未来,ARM构架,运算市场逐渐兴起, 联发科有机会先拿下5%的伺服器处理器式战略,为业绩带来新动能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用户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